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出发前认真聆听慈激志工丁宁 是四位来自国立台湾大学海外服务学习团的学员 第一次跟随志工参与慈善工作 来到慈激关怀户关满兄弟家 大家分工后便开始清扫工作 关满兄弟两家住在郊区 没有垃圾车到家收集 加上卫生意识不高 屋里屋外堆满垃圾 一开始是真的很想要把所有的垃圾全部都清出来 但是我发现其实是不太可能 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一开始内心是有点小小的失落 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做的其实效果还是有在的 从这里面我也跟他们在清的过程也分享 你们可以看一看 这里面垃圾到底都是什么东西 从垃圾的累积 它到底怎么会造成的 这个才是服务学习 我们要去研究的 年轻人不怕脏 汗水下大家为的是要赶快打扫干净 让关满兄弟两家人有个舒适的居住环境 那个垃圾可以讲是累积一直挖不完挖不完 可是我都没有听到说 做这么多垃圾做不完 都不会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20年累积下来的垃圾用了两天时间清理 像是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除了打扫工作 学生也当一日的爱心老师 就是因为昨天我们也讨论到 教育还蛮重要的 所以想说今天可以跟妹妹聊一下天 然后叫她写字 然后跟她说一下环保意识 使比寿更有福 透过实际参与 年轻人艰苦知福 体验感受成了这群年轻人的最大收获 沈泽荣 蔡炳俊 李启凡 马来西亚报导 甲冬大幼儿园举办户外教学活动 一群四岁的小朋友 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访了城市农场 小朋友亲近动物 从中培养慈悲心 也学习如何爱护小动物 排好队大手牵小手 甲冬大幼儿园的四岁小朋友 这一天来到城市农场上课 在导览员和老师生动的讲解下 认识小动物 羊驼 孔雀 孔雀 鸵鸟 还有水塔 平时只能在书本中看到 这一天全都出现在眼前 小朋友对动物世界充满好奇 忍不住伸手抚摸 把握难得的亲近机会 因为我们每次在书本上那边介绍他们 介绍一些小动物 然后带他们来这里放 in the city的话是可以 确确实实的看到一个真实的动物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可以 接近动物嘛 下一只就比较了解 除了可以亲近动物和观看表演 小朋友还有机会亲自喂食 这样的另类体验 小朋友印象深刻 慈悲心也在心中悄悄萌芽 你可以拉到他的耳朵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等一下耳朵痛痛 所以你要怎样 保护他 要吃蔬菜不可以吃肉肉 为什么 因为要爱惜动物 我们有教小孩子要爱小动物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 也是可以让他们时间 去做出那个爱小动物的一些小动作 轻轻抚摸 小心喂食小动物 就怕伤害他们 这样的户外教学 让小朋友不仅开拓视野 也学会了尊重生命 王真盈罗国冲 马来西亚报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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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环境 自己来守护 来自八升新华中学的师生 邀请慈悸志工 一起来做环保 他们沿途亲近街道 用自己的双手 还地球一个干净的环境 进阶活动开始前 刺激志工带动首语 为130位来自马来西亚 八升新华中学的学生暖身 准备好工具 大家分组后面开始 沿途亲近街道 这是校方经过举办两场 环保讲座后 第一次让同学 亲自参与环保体验 一般上如果当学生 他只是单单听过去的过后 他本身没有真的去体会到的话 可能他的那个印象 不会这样深刻 就真正的下去 那个沟区捡垃圾 平时靠那些外来捡 就觉得他们很肮脏啊 这些 可是不错啊 因为可以跟朋友一起捡垃圾 然后又觉得其实 平时这样子丢很不应该 实际动手作才有真实感受 年轻人不怕脏 用自己的双手来守护环境 未来的社会是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保护好 现在的地球 然后未来的话 我们也是没有地球 可以这样生存下去 160分钟沿途亲近街道 回到学校 学生还要将收集到的资源 进行分类 因为同学可能平时 会比较浪费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透过这个 他们自己亲身去体验 感受到说 整个环保的工作呢 是我们势在必行的 年轻人做中学 体验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只要改变生活习惯 便能还地球一个干净的面貌 徐宝兰 苏赫兴 马来西亚报道 农历七月是吉祥月 在正信的佛教观点中 是一个充满吉祥和感恩的月份 随着时代演进 许多风俗习惯也跟着改变 烧纸钱是不是烧点越多 就意味着可以获得越大的保佑 其实只要保持正信正念 心态正确了 心安自然就会平安 以前我是一间庙的总物 那这八九年里面 我其实烧得很凶 烧镜子烧得很多 那段时间老实讲我烧了很多 但是我越烧越兴趣 我觉得我越烧越有所求 就是我烧了这么多 怎么你连一点点的回馈都没有 我是觉得这几年没有烧了过后 我觉得整个生活上 心态上更加健康又不会造成空气的污染 所以我是觉得真信正念是很重要 慈激雪龙峰会志工把握吉祥乐推广如素 志工不分宗教种族走入印度裔照顾户家 分享素食及环保知识 希望带动更多人来响应素食 抢救地球危机 走在山津小路 这里是马来西亚双西毛诺社区 慈激照顾户沙蒂亚瓦尼 带着志工拜访营里 邀约印度裔相亲 参与环保爱撒茶会 茶会选在沙蒂亚瓦尼加办 志工带来的素食多样 味道偏辣点心 迎合印语同胞口味 现场播放影片分享环保知识 志工期许带动乡亲们 例行环保爱护地球 配合每个星期五的祈祷日 前程的印度教徒会摘戒如素一天 乡亲们了解如素 可以静身心 还可以环保后 对如素也就更坚定 我会做更常地 成为野党 我没有想要看到药 他们想要建更多建筑 如素可以达到体内环保 还可以环保爱地球 透过鼓励仁人如素 期许能够减缓全球暖化的速度 去晚静林志友 马来西亚报道 画面上看到的是台湾慈祭资深 真善美志工张艺川 拥有丰富国际赈灾的拍摄记录经验 日前跟随台湾慈祭科技大学学生 到马来西亚交流的他 趁着空档时间跟当地的志工进行了交流 分享记录心得 鼓励志工发挥真善美良能 拿起麦克风侃侃分享录影心得 自身真善美志工张艺川 难得前来马来西亚吉隆坡进司堂 把握机会跟当地志工分享交流 我其实是觉得最大的震撼 就是他那种学习的过程 因为从他身上我会看到 从无到有 录影其实就可以给了 我在参与实际不一样的活动 然后从这不一样的活动 我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发心为慈祭留历史 无论大小活动张艺川 总是默默在背后记录 他的好学精神 过离真善美志工勇敢承担 你们大家都刚出来的 不要怕说我拍的什么什么 其实不重要 重要到先有 又再求君系 因为我也是英文地址不是很好 这个电脑更是很烂的那种 所以我刚才就听到师兄的分享说 他的英文跟这个电脑都是这样 他也能够从这样子走过来 所以我就认为我又相信我自己 我一定可以了 慈祭真善美志工中 多数不是专业录影师 他们却愿意承担起记录工作 为的是传播美善故事 我们可以把当下最真最美的 甚至最感动人的记录下来 然后希望可以散播到更多 可以更多人看到这个美这个山 甚至可以启发这些观众 然后他们也一起来加入我们的 大一大行列 把世界弄得更美好 为时代做见证 为慈祭留历史 期许交流会结束后 志工们将持续发挥真善美良能 正善美志工纪文次马来西亚报导 因为我们过去台湾 自从我卢叔了以后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很年轻了 气色也很好看 我也觉得我很健康 心态也很阳光 肠胃也很舒畅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卢叔 包你健康又年轻 雪兰的州沙登新村的洛美心 13岁的她去年开始身体出现 S型脊椎问题 罗妈妈四处奔波打听治疗方法 在了解手术存在的风险后 感到很焦虑 整个家庭气氛也变得很紧绷 后来认识慈祭 在志工的陪伴喜助下 洛美心终于找到了可以安心治疗的方法 明天是手术日 医生即将在自己身上动刀 洛美心脸上没有笑容 再紧张也要勇敢面对 反正瘦头也是一刀 伸头也是一刀 就16、18六个 年仅13岁 洛美心患上S型脊椎疾病 妈妈寻遍治病疗方 始终不见病情好转 一次幸福校园专案家访 自己志工得知洛美心家人烦恼 开始从旁协助 小卫老师帮我去上网 那里都找过 把孙不要给他开导 有别的办法 因为他时有科幻就讲 他讲可能会弹 会弹飞不能走 讲到很严重那种 我又很怕 其实我们咨询过医生 医生说 手术的成功率是很高 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不动的话 他的脊椎歪斜度 会越来越严重 可能到时候就像我 之前学校一个学生 就他完全脱背 就进行手术的话 就比较危险的 这一路志工用爱陪伴 而庞大的手术费用 自己给予补助 家人治才安心 手术成功 骆美仙终于能挺直腰走路 因为经历病苦 所以知道难受 闭上眼许愿的那一刻 骆美仙心中除了感恩 也祝福全天下的人 平安健康 郑上美志工 陈金香和永康 马来西亚报道 好的 以上是这个星期的大马 四季周报 我是黄兆峰 感恩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